拥有沉淀千年的九区来水至上格局 再加上精心布局后的三江汇局 重庆这十年间飞跃式的发展 难道真和它登峰造极的风水布局 密不可分吗 本期担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我已经科学证实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从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 这讲求的精髓就是要藏风俱气 并且水在整个风水开业学中 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它主要代表着财富和智慧 可想而知一个地方水多了 就代表着它先天就聚集着很多发展潜力 就比如我国的上海香港这些地方 它们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特点 那就是依水而生 而且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都非常迅速 如果对比其他地区 特别是身处沙漠隔壁之中的城市 想要发展起来却是十分困难 而风水开业学的另一大要素就是山 老话常说 巡龙分金看缠山 一重禅室一重关 我们俯瞰地图就会发现山势 像龙一样蜿蜒盘旋在大地上 那这在开业学中代表着龙脉 这华夏龙脉几乎都是由昆仑山延伸而来 这重庆的山脉就始于其东侧的闽山 自东北向西南而来 并且在重庆这里又分成了七条龙脉 虽然被分开过的龙脉并不强势 但纵观其形状像极了一只手 这便是开业学中最著名的圣首碾花 也是一个对地区非常有利的格局 只是重庆这个地方 先天在四项的分布上出了些问题 对比左边的青龙位要低于右边的白虎位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古有云不怕青龙高万丈 就怕白虎抬头望 很明显重庆的白虎的确在气质上压了青龙 然而除了山以外 它的九区来水至上格局 也隐藏着一个问题 下面先来看看重庆的水局 地图上重庆被长江和嘉陵江两条大河贯穿 那这双龙环抱的格局 真可谓是风水学上的巅峰 而且这两条大河 还是弯弯曲曲的有情水 最后汇聚形成三江汇聚的罕见格局 那在古代看一学中 山管人丁水管财 重庆能坐拥两大水龙 那它的财气和发展 肯定是十分迅速的 但是这需要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有个办法 使水龙停留在这个地方 可长江和嘉陵江 都是两条气势猛烈的水龙 而且还在这里汇聚到一起 这合二为一后的气势更足 根本不可能会停留在此处 因此重庆这里 白虎抬头水龙无情 很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也导致千百年来 也只能默默盘踞在这渔龙半岛 总之仅以重庆先天的风水局势来看 只能说是有命无运 实在是可惜 然而都说风水轮流转 既然是先天不足 那就后天来步 2008年 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出现 一下子就唤醒了 这座沉寂的城市 青龙示弱 水龙无情 谁也没有想到拥有得天独厚 先天优势的重庆 只因这一点点的不足 从而导致了他千百年的沉寂 然而一个破局者的出现 竟一下扭转了乾坤 难道只是改变一下布局 就真的可以让一座城市逆天改命吗 视频内容未经科学正式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据说早在20世纪初 就有人发现了重庆 白虎家青楼这一大格局的问题 所以从2002年开始 他就开始着手关于江北城改造的计划 但有种种原因 计划一直被推迟 直到2008年 一座帮重庆扭软历史乾坤的建筑出现 而关于改造江北城的计划 才真正的开始 就在重庆的三江汇聚之处 有一座造型非常奇特的建筑 这就是重庆大剧院 它整体是甲壳状 流线型的构造 在开业学上 可以构成林归银水的格局 那作用呢 就是将三江汇聚出的水 再吸入江北 用水汽来补足青龙气场 我们再从正面来看 大剧院的形状 犹如一顶皇冠 青龙位于江北 而这顶皇冠 刚好就带在青龙罐上 这在古代看学上 被叫做青龙代归 如此一来 不仅为青龙加出了气势 同时还化掉了白虎的煞气 而这一步局 真可谓是精妙绝论 但据说重庆渝中区 恰恰是因为这个布局 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因为渝中半岛 自古以来都坐在重庆的手把位置 眼瞅着江北城的青龙崛起 与自己争夺山城才是 因此他便感受到了深切的危机感 所以当地为了安抚这渝中苍龙 就在龙头的位置上 修建了一座来福士广场 而这座广场的形状也十分奇特 就像是一把金锁 要将这条苍龙 牢牢的锁在渝中半岛 那据说这个锁龙局 最终形成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件怪异的现象 也就是在他的附近 长江的水突然变成了血红色 并且持续了几天几夜之后 才慢慢的消失 那这种现象和锁龙局 有没有关系呢 这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但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结果 随着重庆大纪元的建立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也彻底补足了山城千年来 气运不济的缺陷 那么随之而来的 便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这在环境布局上 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从看一学的角度来说 要想把重庆改造成一块风水宝地 就必须要拦截长江和嘉陵江 这两条气势磅礴的水龙 然而最常见的办法 就是用灌篮来留住龙气 那这里灌篮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建桥 并且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之一 但是想要锁住长江和嘉陵江 这两条大河 那这庞大的工程量 都是十分惊人的 但也不得不承认 一旦建成 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所以重庆的飞升之路 便在此一举 重庆百年的风水格局 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为了今后的崛起繁荣 它又应该去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视频内容未经科学证实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1996年 重庆建桥所持的计划 正式开启 紧接着长江和嘉陵江 在短短的时间内 便连接起数座观栏 据统计 只在长江就修建了35座桥 而嘉陵江上更是高达42座 这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朝天门大桥 那如此庞大的建桥数量 成功的将水龙的裁器 汇聚在这里 但这种方法 只是将两条龙气 引流到了重庆 这水龙主脉出套的问题 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那这时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办法 用罗星 古代开学解释罗星是这样说的 就是在水口处 利用土石带来的山气场 来阻挡水气场的外流 从而在重庆的三江水口 凝聚结血 而大剧院的位置 就处在这个水口 与此同时 修建完善的朝天门大桥 也如一把金锁 锁在水龙的广弯处 彻底将龙气拦下 也就是在这一年 重新开始飞速发展 但是如此一来的话 嘉陵江的龙气方向 虽然被大剧院改变了 却给原本用来化解 江水直冲煞的千佛寺 带来了很大影响 这水龙煞气如果压制不住的话 势必又会生出很多的问题 于是当地就挨着千佛寺的旁边 为他修建了一个帮手 共同来化煞聚气 而这就是著名的 重庆南兵路的钟楼广场 不过在开始建钟楼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刚刚修建三个月 又被匆匆拆除 原因竟是由于建的太小 据一些专业人士分析 这是他抵挡煞气的能力不够 后来重建了钟楼 直径就有7.2米长 连高度也从原来的53米 增加到了将近62米 这钟楼是扩大了 化解煞气的能力也更强了 那如果观察三江水口处 三个建制的位置 从旭位的重庆大剧院 再到卫位的来福市广场 最后再到丑位的钟楼 这三个都是五行属土的方位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建筑连接一块 刚好可以形成三土锁水局 这正是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以土来克制水 所以锁住了三江的水龙之气 至此一个水龙无情局 就被扭转成了水龙旺财局 相信有了这些 大神级别的风水格局加持 重庆在日后的发展道路上 必然会越来越好 好了本期的视频 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